新闻头条马上带您来关心陆军意南 洪仲秋在禁闭式操练时不幸身亡 对此国防部长高华柱 今天傍晚亲自召开记者会公开道歉 并且公布了第二波的惩处名单 一共有10名军事官列入 包括洪仲秋所属的五四两旅 旅部联副联长刘延俊 辅导长吴亦竹 以及负责禁闭式的相关人士都在名单之内 另外国防部也说 操练没有考量到洪仲秋的体能 坦诚军方确实有疏失